李卓人議員 主席 當然我們最重要是希望可以做好的回收 我想問這只是其中一個開始的項目 我想知道到底我們何時可以有一個更全面的回收系統 只不過其中一期可以處理的有機廢物都是有限的 到底你們目標上 我想聽說到底有多少類似的廚藝中心 可以解決多少百分之多少的廚藝問題 是 局長 陸 我們希望這第一個廚藝廠可以處理200噸 現在我們是需要找地可以再建更多 暫時我們還有兩個點 如果是三個合起來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處理到大概800噸左右 然後我們現在還積極在政府系統裏面 希望可以找多兩至三個地方 可以考慮建這些廠的 主席 當我聽到現在暫時是三個 然後再希望找多兩三個 那兩三個就未成功的 即是我們很希望 當我們講三堆一爐的時候 其實就聽到到底最後可以真正落實到的 起碼有多少個 現在起碼可以講到三個而已 起碼可以講到800噸而已 那麼我們希望 期待 就是我們真正有一個全面一點的一個回收的決心 然後才去說服到香港人 是接受一個三堆一爐的一個未來的擴建 或者一個焚化爐 即是如果這一方面做不到 那些人又會說 政府沒有誠意說回收的方法 但現在我聽到只是說 未來可能 除了三個之外 未來可能只是兩三個 那麼我希望 副局長可不可以講到 什麼時候可以落實到 知道總共最後有多少個 你們這兩個月裡面 會不會可以知道到 陸副局長 我們現在的計劃就是希望 最後如果可以起到五至六個廚廠的話 總共每一天可以處理到一千五百多噸的廚餘 我們現在都非常積極 在政府裡面 希望可以找多些地方 那可不可以在這兩個月那裡找到出來 這個我們非常努力 但這個我暫時是無法告訴你 但我們真的非常努力